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是越燒越大 新北市政府真的有包庇的問題 狀況是這樣子 那個新台五路其實就是 你一路從汐止要往基隆 然後中間經過什麼五堵七堵八堵 那邊就是新台五路 我過去常常在那邊飆車 在那邊飆車 我還在那邊雷纏過 那邊我很熟 那以前的早期叫省道 那是省道 所以省道呢 當然是這個交通部來管 交通部的這個高速公路管理局來管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在2014年的時候 就逐步移交給新北市 因為那個時候新北市 升格為六都 變成直轄市 所以那一塊路 升格為直轄市之後 就直接由交通部的 這個高速公路管理局 全部移交到新北市的養工處 所以你看 這個公文是在這邊寫得非常清楚 你仔細看 這交通部的公告 交通部的公告 在103年2月27號 就是2014年的時候 升格的時候 一升格選完市長後就去整個 就移交過去 移交過去 你看喔 他說省道公路 交由新北市政府管理及養護範圍如下 其中有個叫做台武線的10K到18K這一段 所以就是我們這一次案主就是新台武路的這一塊 過去那個左右的地 以前歸交通不管 現在因為2014年因為新北市升格 回到新北市的養工處來管 所以第一件事情喔 廖先祥的第二個停車場的違建在新台武路旁邊 那個國有地的養護的直接責任是新北市政府 養護兼管理喔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呢 到底有沒有人去檢舉過 有 你自己看喔 因為這邊喔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函喔 那個時候呢 究極貴處函送110年11月9號召開 有關本市汐止區水源段9891347第號等 良筆土地增設停車場會刊技術案 這個就是廖先祥家族的那個停車場 就是這塊地 這塊地很清楚在110年的11月9號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有去會刊 會刊完後還把會刊記錄 發函給交通部的公路總局 所以話說新北市政府最少最少 在110年就知情這邊有所謂的停車場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脈絡 第一件事情 它的這塊地的養護管理責任在新北市政府 2014年交通部就劃給新北市政府 而110年的時候新北市政府也針對這邊地變成停車場 有去會刊過 那我就問個很簡單的 會刊過後為什麼沒有結論 為什麼會刊過後沒有拆除 會刊過後為什麼沒有處置 所以還記得嗎 六仙祥家族土地案剛出來的時候 新北市的官員還很 我覺得我現在這種囂張兩哉 新北市的官員出來講說 絕無偏袒 絕無尋思 拍謝現在公文都拿出來打你的臉嘛 110年就是2021年的時候 你都去會刊過了 為什麼到現在那個停車場還在這邊嘛 所以這一切我坦白講是揭穿了什麼 新北市停車場 新北市政府包庇 這是一大塊 另外一塊大家有沒有記得 這個昨天週刊T爆 廖先祥家族的第二棵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上面有電話 一個是廖先祥服務署的電話 對不對 另外一個電話是廖先祥爸爸的手機電話 廖先祥服務署的電話 我今天打過去 我今天又打過去 這個還是服務署接的 還是服務署接的 但確實就讓他們講沒有再出租了 可是廖先祥 你問他說車位可以租嗎 對 我沒有問 我其實網易穿尾穿的阿伯 然後操得這個本土口音 打過去問 欸 拍謝我經過看來我那位有沒有租 那樣的服務署阿姨說沒有租 所以就真的沒有租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廖先祥爸爸就這個下面在他的手機 可以加他爸爸的Line 你可以試試看看 快碰了 你可以加Line 沒有人家現在沒有租了 不要加Line 如果有需要選民服務的話 直接加Line 只是說你跟他爸一樣的選民服務 他爸還跟你比這個 三十萬 不是OK喔 阿現在不是說那個地 是因為地主選民服務 他來幫忙的嗎 對對對 那我剛剛說喇迪賽現在講重點 我怕太早下班 現在講重點 為什麼那塊地板有地主對不對 對 為什麼地主不自己做停車場 為什麼 要給他爸爸用 因為我請過來我自己賺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抽一手 比如說我四萬租他爸 我只拿四萬 然後這停車場盡力是十五萬 然後讓他爸拿賺十一萬 為什麼 因為普通人水泥鋪下去 交通那個新北政府就來了嘛 如果我給議員當二房東的話 我就不用擔心 你很有餘的錢會賺嘛 這塊地是有地主的嘛 為什麼我地主不自己鋪水泥 不自己弄炸啦 你地主沒有辦法鋪水泥 原因很簡單 我跟你講我水泥 不要講鋪水泥 我水泥車還沒到 里長電話就過來了 里長說林長三孤六 然後隔天就來擠茶了嘛 可是不好意思 我租給議員 大議員 我就賺一點點租金 賺四五萬 那後面鋪水泥 管理 加LINE 議員自己來處理 那這條才有可能變成停車場嘛 所以這才是美嘎之所在 為什麼那個地主不自己用 為什麼普通人 唯停個十五分鐘就被開單 為什麼這邊可以二十年沒事 這就是美嘎嘛 所以我這樣講好了啦 這是百分之百的侵占國有地 而且侵占國有地 引力這些都要坐牢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台北新北市政府的態度 它是竊佔國有地 用國有地來出租 然後這通常如果 是一般民眾 如果你被查到的話 馬上先送移送法辦 先要求你 因為竊佔罪的部分 把你移送 然後再追討你不當得利 要返還五年的所有的租金 但我今天看到這個事情 剛剛這個證號拿出來這個公文 其實我有點訝異 訝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通常啊 中央在撥用給地方的時候 撥用土地給地方的時候 金平應該也知道 一定會什麼 一定會先清點 上面有什麼東西 有沒有佔用 如果有佔用 一定要先排除 我地方才會去接你中央 要撥給我的地 很簡單的就是 我要撥這塊土地給你 對不對 如果上面有一塊違建 站在這邊我不會收 你違建先排除掉 你也要出事之後 責任規則的話分不清楚 因為我如果收了之後 就我要去處理這個違建啊 所以通常地方政府就說 中央你要撥給我土地的時候 上面一定要乾淨的我才收 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是說 110年11月23號 這個公文其實就是要撥用 但這撥用上面居然是說 我要偵設停車場耶 所以那時候就有停車場 你居然沒有排除 還去跟中央說 你就撥用給我 我要做停車場 所以你是不是已經知道 廖先祥大家 已經在上面做停車場 你還用停車場的理由 去跟中央申請撥用 難怪會被新北市的議員講說 這是土皇帝啊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意思是說 新北市府可能早就知情 是 而且新北市政府 是不是有跟交往講說 他這個公文的意思好像是 我新北市政府 要來蓋這個停車場 所以我跟你中央申請撥用 所以我就不用移除了你知道嗎 就是我自己要做的嘛 我現在是政府要做的土地 要做的停車場 所以我去幫你中央申請這塊土地來 可是卻被廖先祥他家佔用 所以你看12月3號 那等於形同是新北市府 這個公文是幫廖先祥賓書耶 就是廖先祥他家 已經先佔用這個土地 做停車場了 然後新北市政府居然發文 去跟中央申請撥用 而撥用的理由是說 我在上面要做停車場 但你明明是知道 那是中央的地 你去把它撥用來 上面卻是廖先祥他家在租車位賺錢的 所以難怪新北市政府 今天完全講不清楚 說明白嘛 這個公文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哪有去撥中央的地 然後來給議員家 自己做停車場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事關重大 新北市的議員也應該繼續追下去 而廖先祥不是只是鞠躬道歉 鞠躬道歉不太帥 為什麼又有這個公文 是不是你廖先祥 或者是你爸爸 逼迫新北市政府 以議員的資金 去逼新北市政府 去跟中央申請撥用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才是重點 在新北市政府 是一個公文 在新北市政府 行為 新北市政府 人影採訪 在新北市政府 尺寶 新北市政府 將在新北市政府